现年64岁的台湾女星谢玲玲 近段时间成为了传媒的焦点 这应该是她在1995年 与香港富商林建月离婚后最受关注的一点 可惜谢玲玲此次受到关注 同样并不是什么好的消息 其个人情况还一度令人担忧 谢玲玲是香港近期第四波疫情 名人群组中首位被确诊的人士 所谓枪打出头鸟 虽然她并不是源头 但算是这一波香港名人圈中 最早被报道与关注的人士 且她也很大方地承认自己患病 而自谢玲玲公开承认确诊 已经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换言之 她接受了半个月的治疗 而在12月4号 香港媒体报道 谢玲玲的情况目前转差 已经被列为病重患者 情况令人担心 谢玲玲是台湾人 她有两个身份最为人所熟知 包括艺人的身份 以及名流的身份 谢玲玲艺人的身份 更多是在6070年代较为人熟知 相对而言 今天很少再有人提及她艺人的身份 毕竟她在童星的时期更有知名度 那时候她才8岁 还拿了最佳童星奖 所以被称为天才童星 在她成年之后 继续做演员演戏 但声势就不如从前 多出演二线女主的角色 发展平平 谢玲玲的第二个 为人所熟知的身份 是名流的妻子 以及如今的上流社会女星 1980年 她嫁给了香港超级富二代 也就是如今的娱乐圈大亨林建月 从女明星变成了豪门少太太 谢玲玲成为了豪门少太太后 个人知名度反而比从前做艺人的时候更高 这当然也是在于 她与林建月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了话题 谢玲玲在1993年与林建月协议分居 源于林建月为追求王祖贤 而要与谢玲玲离婚 而谢玲玲因为获得公共婆婆力挺 成为此次事件的最大赢家 最后的结果是 谢玲玲与林建月离婚了 然而林建月也没有追到王祖贤 而谢玲玲拿到了创纪录的4亿分手费 这笔钱是唐爱她的公共婆婆给的 虽然离婚了 谢玲玲不再是少奶奶 豪门媳妇 但是她因为深受林建月母亲于宝珠的喜爱 对方对外宣称将她视为一辈子的媳妇 且她又为林家生了五个子女 故此与林家关系继续保持着平凡与亲密的往来 更重要的是 因为获得了4亿的分手费 谢玲玲以前生钱 借着这些钱做投资 尤其是在房地产的投资颇有心得 摇身一变就成为了商场女强人 更是在山流社会中保持着极高的知名度与活跃度 这也是此次她成为香港第四波疫情 染疫名流群组中的代表人物的原因 谢玲玲不算是低调之人 90年代离婚前就已经一直活跃在名人场中 出席各种社交活动 同时也喜欢与富豪名流圈中的太太们跳舞 打麻将 而在离婚后拥有了广泛的自由度后 更是如此 谢玲玲的兴趣爱好广泛 喜欢跳舞 喜欢书画 曾经举办过个人画展 更参加过多次的跳舞比赛 无论是书画还是舞姿 在名人圈中都享负盛名 所以 这一次香港染疫跳舞群组被曝光后 谢玲玲是最早被媒体所怀疑的对象 毕竟往来频繁 而对于这件事 谢玲玲也不必谈 11月23号 就发表个人声明公开承认自己确诊 并且 把自己检测过程 个人的情况都比较详细的对外公开 此举就是为了防止媒体有过多的预测与假想 而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谢玲玲确诊之后的第二天 还很大方地接受媒体访问公开个人状况 当时的她表示自己情况不错 睡得好 吃得好 应该是属于无症状患者 之后 接受了抽血 照肺部X光都没有问题 因为情况尚算不错 当时 谢玲玲还表示医生说不需要用药 只需要观察 情况乐观的 似乎可以马上出院 这也给外界包括她的家人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认为她很快就能靠服出院 不过 从11月23号 公开确诊入院治疗并受访公开了个人状况后 谢玲玲就再也没有对个人情况有任何公开 算下来到目前为止 谢玲玲入院已经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的是 在有谢玲玲玲消息的时候 在有谢玲玲消息的时候 竟然是她情况转叉 被列为中毒患者 据香港媒体12月4号的报道 一名居住在香港九龙堂绿轮街的64岁女患者情况转叉 以上述地址及其个人年龄身份对此 此人证实谢玲玲 不过 谢玲玲的团队暂时未对此事有任何表态 而翻看谢玲玲的个人社交平台 一向爱分享的她 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更新动态 可以肯定的是 她的情况并不允许她有闲暇的时候 在网上火怨 个人情况还是相当令人担忧 尤其是她的家人 不能入院探病 对院内情况也不甚了解 只能等候进一步消息 希望她能转危为安 早日康复出院